字幕君 李宗盛 這裏是給你嗎 亭方 這裏可以嗎 又有飲品又有菜素 配素的感覺 我覺得果酸 深層護理 全身護理 不太適合兩馬路 扮靚什麼時候都要 車靈多久都要保持 等等 車靈?不是我的靈嗎?車靈嗎 我當然是說洗車 你不是以為你的樣子更加一塊吧 好像是 今天帶你來找洗車環保達人Marco 你有什麼問題 這是問題少年 有什麼問題 馬哥儘管請教我們 好 馬哥你好 我想問一下 馬哥來這裡也挺個人 有果酸 換膚 深塵護理 其實你是搞什麼科 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環保汽車放進去 就是把服務環保化 洗車就是洗車 有什麼不同呢 一般的汽車美容 我們會用洗車水 化學劑 或是垃圾 都是化學成分比較重 我們會用比較天然性的物料 目的主要是無污染 人速無害 明白 請教馬哥 剛才我看見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說的是一個人工打蠟 你們是用果蠟 我想問坊間全部用的蠟 跟你們所說的果蠟有什麼問題 分別是怎樣 其實分別也挺大的 一般坊間用的是石化蠟比較多 石化蠟也是化學材料比較多 我們用的是天然成分很高的棕類 變成沒有污染 而且離得自然 光澤各方面都會很天然 按照這樣說 馬哥經常提到一個字眼 就是天然 其實環保也很會擺入洗車的概念 對 這個概念其實在六七年前 我已經很想做這件事 因為我進入環保行業 其實都足足有到今年十八年 即是你先環保 其實我本身是環境衛生的 我做公共衛生 其實汽車 我想每一個男人都很喜歡 但怎樣把汽車套用環保的方法 無非是使用的物料 還有是衛生 還有是水源的污染 這三件事我們都可以解決得到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今天先謝謝馬哥 至於車身怎樣去美觀又環保 我們採用的是一些天然的巴西棕櫚蠟 這些巴西棕櫚蠟其實在坊間裏面 都不是說沒有 不過呢 差在是那個級數 我們用的是最好的巴西棕櫚蠟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在我們處理完的車身 洗乾淨了 去污 去養化物之後 我們用棕櫚蠟來做一個漆面的保養 是令到天然光澤出來 漆面的顏色 如果你是紅色的就會很亮麗 黑色的就會透光反光 這個比起一般的石化蠟來說 它是來自然的光澤 這是我們很想給大家一個純天然的 好像裸妝一樣 上了妝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亮麗 有什麼好處呢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會看到它 有什麼好處呢 是